新经济股仍是焦点所在 快手公布贵迹未扶理想 有时收入增长多 但营运成本的开支更具 于是造成的亏损亦比钱多得多 以前市场将此模式形容为消钱 短期这样做 也许无可厚非 但若长期如此 就要重新衡量是否饮浸止喝了 腾讯王者之风未失 作升百分之四 比较之下 阿里落后远甚 而美团则属于不过不失 热门股中 小米和港交所可称一时如量 两股昨日的表现也颇为不足 传统经济股升得最好的是保险股 有帮随正升百分之一 而落后的中人寿和平保 均相相推上 有与百分之二的升幅 内险股已停滞多时 过去仲有小星 也是一两日课息 难以持久 且看今次又如何了 自然 与内险股比较 内险股还是稍性一筹 内险股好像被点了月到一般 无论风风雨雨 一律不进则退打横行 昨日 少有起色 但不明显 要多看一两天才知道 至于整体大市 就确有突破的迹象了 首先 是昨日的收市指数和中段指数 均为5月新高 计收市报28910点 教5月圆高点28637点高273点 中段新高昨日为28929点 教5月圆中段高点28884点高45点 这是明显的突破 以无疑问 加上昨日成交额有1679亿元 较前日大增570亿元 说明能量在加强中 现时 恒指29000关仍有待攻破 昨日收市教者一关口低90点 如无意外 今日可期纯粹推周 再下一成也 至于另一个阻力位为4月的高点29303点 其与中段高点29405点 联为一个阻力区 恒指要克服这一关卡 才能再进一步 还有四个交易天 5月市就完结 现在的指数28910点 教4月30日的28724点高186点 逆迹直至5月的最后阶段 恒指才一举越过4月底的水平 如果这一世投持续 则5月不穷变成定局 否则是穷与不穷 还要由最后的冲刺作决定 答案 核4月3日的带上 W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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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l耐 瓾具 我知道